明尼亞波利斯在郵政府建築物被焚燒,郵局陷入火海。 州長說市面極危險,呼籲民眾回家。 但數以千計示威者無事消禁令,入夜後留守街頭,多人被捕,再多五百個國民警衛隊增援。 國防部二十多年來,第一次下令多支獻兵部隊戒備,隨時到當地維持治安。 紐約市的抗議也持續到晚上,有警車起火,示威者被警員推跌落地。 雙方在日間互相推撞,警方施放胡椒噴霧,並揮動警棍,制服多人。 作指亞洲進入緊急狀態,美國有線新聞網絡的總報外一片混亂。 非裔男子佛洛伊德,租警員跪頸死亡案,觸發美國二十幾個城市連日示威。 文憤未有平息跡象,在底特律,有人駕車向示威群眾開槍,一人死亡。 首都華盛頓的示威令白宮一度封鎖,對於揚言會開槍控制場面,被批評是歌頌暴力。 總統特朗普否認,並與福洛伊德的家人通電話,承諾會為他帶來公義。 有線電視記者,吳京二報導。